各位读书会的朋友们 大家早安 早上好 那今天呢和大家分享 古川武士所写的一本书 去你的小情绪 摆脱负面情绪的九个习惯 我把这本书里面的主要内容 和大家进行交流分享 我们每一个孩子 一出生 就是生而不同 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孩子 都是独具个性的 所以我们不要将我们的孩子 和其他的孩子做比较 一个人如果只是片面的认识自我 这样的人呢容易遭受挫折 如果我们能够多角度的认识自我 我们就更加容易耐受挫折 各位想想看 我们身上有多少完全不一样的自己 我们要让自己不要和别人比 每一次如果我们想要和别人进行比较的时候 就掉个头 我们就和昨天的自己进行比较 这是好的比较 因为比较既然是不可以避免的 那我们就进行有意的比较 如果你有喜欢的人 仰慕的人 佩服的人 那你想想看 你具体佩服他哪一些方面呢 不妨写下来 具体的就去学习他 每一天过完的时候 我们要反省悔顾这一天 然后问自己 明天我应该怎么样努力 接下来我应该怎么样努力 我们大部分的人都喜欢和自己价值观相同的人 我们往往疏远那些和自己价值观 还有想法很大不同的人 但是在我们的工作当中 我们只有和价值观不同的人通力合作 我们才能够创造出更大的成果 我下面举个例子 各位就知道 我们人和人之间呢 有很大的不同 比如说我们众所周知熟知的 龟兔赛跑的童话故事 咱们中国人呢 很佩服这只乌龟 认为他执着坚韧 可是印度人听了这个龟兔赛跑的童话故事之后呢 认为乌龟不够朋友 当他爬行到兔子身边 发现兔子睡觉的时候 他应该顾友情 表现出友情 去叫醒兔子 所以他们认为兔子不顾友情 兔子不对 你看我们不同国家的人 读这个故事 我们的反应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是印度人呢 有知道我们学习的地方 比如说这个甘地 甘地曾经说了一句话 他说宽恕是我们强大的证明 他最后被人暗杀 他在胸口中干兵死的时候 仍然选择宽恕了对方 他还说过一句话 软弱的人不懂得原谅 原谅是强大的证明 他又说 我知道非暴力比暴力更好 原谅比起惩罚更需要强大的勇气和胆量 那甘地也受耶稣的话语 圣经的影响很大 有一部电影叫让爱传出去 就是有一位11岁的少年 在社会学的课程上 要求完成 从今天开始改变世界这样一个作业 他就认为 那我怎么样从今天开始改变世界呢 好 如果我能够帮助三个人 让这三个人再去帮助三个人 让爱传递出去 这个世界就可能被改变了 所以在帮助三个人计划的过程中 就不断的看到了奇迹的发生 整个世界都在发生着改变变化 各位想想看 在你的日程表上可以列出来 今天我如何让三个人展露笑颜 这就是一个伟大的计划 所以这本书里面就有很多的一些提议 让我们去做 怎么样让我们的情绪变好 让负面的情绪 就好像题目所说的 去你的小情绪 让我们的负面的情绪离开我们 除了上面的办法 还有下面这个办法 就是有些人有心灵笔记的习惯 他每天把自己的心情写下来 借着写作来抒发心情 控制自身的情绪 这是一个每个人都可以做到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 有些人可能初次面试 或者要去见某一个人 初次见面感觉害怕 那你不妨收集关于这个人的消息 信息 这样能够解除我们心中的惧怕 如果你对第一次做的工作 感到不安 那么向这一行有经验的人请教 这也会帮助你减少你的恐惧 过去我十几岁的时候念到一本书 是法国有一位医生 叫诺查丹玛斯 关于他有一些惊人的预言 他说1999年的时候恐怖大王从天而降 现在我们知道啊 这根本没有应验 当时呢 听到他说的这些恐怖的话 觉得很害怕 但是在法国啊 诺查丹玛斯这个地球毁灭说 在法国根本没人知道 很少有人知道 如果我们一调查 在法国当地的街头采访里面 竟没有人知晓这个预言 所以有时候我们的担心 属于一种莫名的不安和担心 如果我们调查了事实根据 我们反而会变得更加的积极 知道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 当然有些担心 我们是应该要留意的啊 话不能够说绝了 如果我们认为自己可能生病了 那就去找出根据啊 是否真的生病了去检查呀 这样不安和担心呢 就不会过度的膨胀 我们的想法也可以变得正向积极 有人说哎呀 我不敢游泳啊 遇到鲨鱼怎么办呢 如果有小孩子这么问你 你就告诉他 鲨鱼出现的概率是多少 另外在游泳池里面 不可能有大白杀 这样的就消除他的恐惧 如果我们做一件事情 我们感觉很恐惧 难以进行下去 我们就要问自己 这件事情已经完成了百分之几了 完成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五十 那只有一半或者百分之四十 还没有完成 这表示你的工作正在进度条当中 这样的话你也会给你勇气 总而言之 我们要去思考应该怎么做 而不是能不能 当我们莫名的感到不安和担心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尝试具体的写出 产生不安的主要原因 我们可以去思考 消除不安产生的原因 一定要制定行动计划 然后排出优先的顺序 具体思考每一项工作大概需要花的时间 这样的我们模糊的感觉 那种模糊的不安和担心也会减少 我们还要学习从各个视角来看问题 英国喜剧大师查理卓别林说过这么一句话 他说人生近看是悲剧 远看是喜剧 想想看你现在所担心的事情 再过一年回头之后看你还会为他担心吗 所以你正在为某一件事情担心 不妨以这样的角度来问自己 一年过后呢 我还为这件事情担心吗 我们也可以尝试进行个人实况直播 我们可以试着站在第三方的立场 来解说自己所处的状况 那解说的时候呢 不要用我要用自己的名字 这样其实我们比较容易得到客观的视角和看法 另外我们假设朋友也陷入跟我们同样的状况 到时候我会给他们怎样的建议 然后再把那个建议用到自己身上 这是改变视角的方法之一 还有一个改变视角的办法 就是想象自己已经成为自己渴望成为的那个人 就站在我所渴望成为的那个人的立场 来思考我现在的问题 这个在心理学上面称为示范法 还有一种改变我们视角的办法 就是在我们的想象里头开一次闲人会议 集合几位你所尊敬的人物 坐在圆桌上就开始开闲人会议 开会的时候呢 将每个人的发言记录下来 这样你会得到很多的灵感 我们活着啊 一定要和比我们活得更加艰难的人比较 这样我们会得到战胜逆境的勇气 有些人的方法则是 他的书架上有很多励志的书籍 每当他沮丧挫折的时候 就读励志的书籍 这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我们也可以预测这件事情最坏的状态是什么 最好的状态是什么 然后看一看我现实的状态又是什么 如果我们确定了自己能做的事情之后 我们就要付诸行动 一个人如果只是思考不行动 那事情不管是好是坏 都不会有任何的进展 做事情的时候呢 我们专注于自己能做的部分 这样对那些无法直接改变的部分 也会产生良性的刺激 另外我们也要提前准备好多套的备用方案 因为你不知道将来会发生 什么样的灾难 好像这一次的疫情忽然来到 忽然起了暴风 在我们想不到的时刻意外就发生了 所以我们必须要为意外 为以后的灾难做好准备 人生风云变化前路莫测 我们没办法知道下一秒是光明还是黑暗 所以要提前制定备用的方案来面对人生的黑暗 甚至可以制定多个面对的方案 如果我们只是一味的绝望 那谁的状态都会变坏 哪怕是一个小小的行动 像婴儿爬步一样 小小的行动都会带来希望 一个人一旦行动起来 人就会变得积极 灵感也会产生 机会也会随之而来 所以消沉的时候 切记不能什么都不干 读一本书早起改变着装 开始新的兴趣爱好 这都是很好的办法 有一部电影叫《消声客的旧熟》 主人公在19年服刑的期间 持续的挖掘地道越狱 最终获得新生 看看每天你要坚持做什么 每天坚持做个几分钟也可以 一个办法行不通 就尝试另外的办法继续行动 总而言之 无论什么时候 我们都不是完全无可作为 哪怕是只有5% 10%的机会 也要采取行动 例如有人突然公司人事变动 他被调到不想去的部门 这个时候也要向领导 表达自己的想法 表达完之后 领导具体如何对待你 你就当做是上天的安排 你就继续加油努力 有一本书 名称是静后绽放的时光 作者是杜鞭和子 他在非常压力山大的时候 有一位传教士 赠送了他一首英文短诗 其中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在哪里存在就在哪里绽放 这句话我也要送给大家 在哪里存在就在哪里绽放 不要朝思暮想 不要这山望着那山高 认为有些地方是天堂乐园 就不会有痛苦 世界上我们总是有苦难的 但是我们在哪里存在 就视为上帝的旨意 我们就在哪里好好的绽放 一个人要热爱大自然 就要爱大自然 所有的晴天阴天 甚至包括风暴 如果一个人热爱人生 就要爱所有的日子 包括痛苦的日子 绝望的日子 我们当然希望人生 一直是快乐的完美的 但是人生总会有难处 挫折 被伤害 被背叛 然后遭遇事故等等 所以我们要放弃完美主义 追求完美 但是要脱离完美主义的捆绑 为什么呢 因为完美只存在于 我们的想象里 不存在于现实当中 其实我们要设一个 弹性的标准 有些事情啊 达到80%就可以了 那有些呢 可能要求高一点 像婚姻不可能是完美的 像我们的孩子 也不可能是完美的 宅家的日子 也不可能完美 就算你再会时间管理 你也不可能做完 每天想要做完的事情 大概有时候是可以的 但不一定代表 每一天你都能做完 你想要做的事情 接受它 每天能够吃掉几只丑青蛙 做好几件重要的事情 你的心就可以得到满足 无论怎么样 每一天都有值得称赞的地方 无论怎样 每一天都有值得感谢上帝的地方 每一天的清晨的阳光 空气雨水 对你来说都是免费的 是上天白白赐给你的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天上却有 为何不感恩呢 所有的事物里面都蕴藏着对人生的积极意义 包括琐碎的小事 复营文件 端茶倒水 公司的杂事 不喜欢的工作 不喜欢的单位等等 那我们可以不情愿的坐下去 我们也可以找到积极的意义 努力向前 我们的态度决定了我们的人生 想想看过去你经历了哪些考验 你又是如何通过那些考验的 想想看你又是从中学到了什么 我们每一天可以找出三个人来感谢他 然后呢 我们也可以找出几个人来鼓励他 告诉他没有过不去的黑夜 如果不是世界末日 疫情还是会结束的 我们宅家的日子要做好功课 面对疫情结束的日子 我们应该如何好好的活着 各位每一个时刻都是美好的 如果你说 哎呀有些事情真的令我担心 怎么办呢 你可以设定一个担心的时段 告诉自己说 几点到几点 那是我容许自己担心的时间段 但除此之外 我要好好的工作 好好的生活 这样在工作的时段 生活的时段 你的忧虑担心会减少不少的忧虑 记得耶稣说过一句话 不要为明天忧虑 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 一天的难处 一天当就够了 我们承担忧虑的能力有限 忧虑会缩短寿命 耗尽我们的时光 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 天上的飞摇不中也不收 上天尚且养活他们 可况我们是万物之灵 所以各位不要为明天忧虑 天不绝人路 最后我要送给大家一句话 有一句话叫做 一日记一生 所谓一天 从晨起到入睡 过程有些人看为 就好像人的一生一样 我希望你每一天 都是无怨无悔 满足的度过 我希望你的一生也是如此 今天这本书比较简单 也容易读 我希望如果你自己喜欢 也可以自己去读 但是我已经把精华的内容 和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分享 希望能够从今天的分享当中 您能够获得启发 祝你每天开心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